整個結構面的部分包含了兩個四單元 那如果我們從成分還有結構來看 它就是由特定的蛋白質 然後再加上核糖體LNA 通常前面掛著一個小R 所形成的一種成分相對比較簡單的複合體 因為它有很多單元 包括蛋白質跟LNA 都不是只用一個成分 它是有好幾個成分 然後所以有點像就是立體拼圖一樣 就是你把相關的組合的需要的零件湊齊之後 然後組出整個造型出來 但是它又分開就是先分頭 由蛋白質跟特定的 先分別組出那個小四單元跟大四單元 那這兩個單元基本上都是在核人那個地方做的 你看好 然後等到要用的時候 就是那個上一堂課有提到的 就是MRNA會先去跟小四單元結合 然後讓第一個 就是掛著甲油氨酸的TR那些進來 然後大的四單元再進來 所以一般如果有在抓到那個大小四單元是完成組合的狀態 應該也都代表的是這個核糖體是正在工作的狀態 你看好 好 那所以功能面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用成分面跟構造面來看 那從我們以前講那個物質進出細胞那個運輸蛋白 然後包括談酵素的概念 講到那個藥匙跟鎖之間的關係 一直到這種東西 然後它有辦法去幫忙這個MRNA跟TRNA去做那個 剪輯配對關係的組合 其實你會發現其實細胞蠻需要工具有獨特性的造型 所以像核糖體做的事情算是有點複雜 所以做這個工具的時候 它那個獨特性的造型呢 就用到的成分就稍微多一點 不是一個運輸蛋白 那單純的運輸蛋白就是比如說通道 通道的話你只要用那個α螺旋 多做幾次α螺旋 然後就可以做出一個像管子一樣的這個構造 所以那個狀況就是這樣算比較單純的 可是這個情況就是這個意思比較複雜的 那功能面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講說它就是負責轉譯 整個轉譯就是以它為核心 所以再來是用說詞 可是轉譯之後它是負責形成多態鏈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談細胞的功能的時候 會把它講說它就是那個蛋白質核成中心 因為所有蛋白質的製造 就是從它開始的 你剛才記得吧 這是以前講的 細胞構造的時候有提到的 好可是接下來有一個比較 以前談細胞的時候衍生的問題就是 它的核糖體的存在狀態 因為核糖體可以把它分成兩種 就是游離型核糖體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附著型的核糖體 然後再講 OK 游離附著之間通通都在細胞子 所以假設以徵合生物來考慮的話呢 原核當然唯一是指細胞子的 就是核糖體的工作的場所 就是在細胞子當中 可是你又分成游離跟附著 附著到底附著到哪裡去 附著到底附著到哪裡去 兩個起碼可以講一種 就是 你們比較熟的應該都是初操 內支網 你看齁 所以初操內支網的名字 之所以掛著初操就是因為它有核糖體附著 平滑內支網基本上呢 它形狀上當然跟初操內支網的形狀顯然不同 可是更重要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基本上就是它上面不會有核糖體附著 所以一般來說 平滑內支網就比較不會跟蛋白質的製造有關聯 然後接下來是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也常常可以發現那個附著型的核糖體 就是細胞核的外膜 細胞核不是有兩層膜嗎 對不對 那子雙層不是出現兩次 其實它 這是等於細胞核的表面 也有可能附著這個核糖體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來了 當然我們仔細去分析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把游離型跟附著型 因為它是存在兩個不同的狀態嘛 如果你現在把游離型跟附著型抓起來去比對 我們發現這兩種核糖體 它並沒有本質上成分或形狀的差別 比如說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你看 那一個成分簡單 然後功能單純的這個工具 那它為什麼能夠這麼聰明知道 自己什麼時候該去附著 然後什麼時候不去附著 你看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隨機的問題 還是說 它意外的它跑到那個初超那時候的表面 它就是附著 然後或者它沒有去碰到 所以它就不附著 純粹只是機率的問題 還是說是有刻意的 結果後來發現呢 其實所有的關鍵就是在於 當核糖體去解讀 這不畫上去了 解讀那個mRNA的時候 它解讀的對象很重要 你看它現在正在轉譯的那條mRNA 會決定它到底會是有理還是附著 你看好 那那個設計 基本上呢 現在到417頁看最上面這個圖 設計上呢 基本上是 當核糖體它在解讀的時候 哇 解讀就好了 OK 如果假設這是mRNA 現在呢 假設核糖體已經開始完成了 整個轉譯工作 前面的一小段落 整個事情還在做 就是轉譯的工作還在做 你看好 可是前面呢 已經有數個氨基酸 OK 那到底是哪一些氨基酸 你不用去記沒關係 只要了解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接下來 當它前面完成的這幾個特定的氨基酸的排列組合 可以去跟細胞質當中一個特別的蛋白質 我按照那個講義上的圖形來畫 大概是畫像這樣子 快快快 好 好 好 OK 在細胞質當中呢 有一種蛋白質 被稱為叫做訊息辨識顆粒 那這個訊息辨識顆粒呢 它可以去跟一小段的多態鏈結合 但是前提是 這一小段的多態鏈 它必須要有特定的氨基酸排列出來的 你看 所以當核糖體正在解讀 正在合成的這條多態鏈 前面的一小段落完成 前面的這一小段落裡面呢 出現的那個訊息辨識顆粒 可以結合進來的這個 這個序列 就是氨基酸的排列組合的時候 那這時候 訊息辨識顆粒呢 就會去跟這一段 這一段呢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稱為 叫做訊息序列 好 接下來 你現在看第三個步驟吧 第三個步驟那個地方 接下來在 畫一個比較簡單的 這邊呢 呃 粗糙內脂網跟膜 OK 粗糙內脂網是一層膜 單層膜的構造 沒有辦法分幾個 因為它就是從細 如果你看印象的話 它是從細胞核的外膜一直變出去的 然後可以 變成一層一層的一直疊出去 也可以像那個 那個數字一樣 一直分岔出去 好 然後 在粗糙內脂網的膜上面呢 有特定的 運輸管道 好 所以我們就畫一個像通道的概念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 它的 旁邊呢 會有一個搭配的 8 8 12 6 2 2 2 4 8 2 2 8 方便爭業 爭執執執行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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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辨識顆粒的下一步 它會跑去跟那個粗糙內紙網的膜上面的一個受體 它的受體 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那個訊息辨識那個顆粒 它現在就會黏在那個粗糙內紙網的膜上面 所以當它黏在這個粗糙內紙網的膜上面的時候 它身上抓著的那個多態鏈正合成未完成的那個多態鏈 當然也會貼在粗糙內紙網的膜上面 然後連帶的那個多態鏈現在是由核糖體 就是正在合成 然後核糖體接下來又夾著mRNA分子 所以這一連串相關的成分 現在通通都被抓到粗糙內紙網的表面去了 好 下一個步驟我就不怕了 接下來它會有一個動作 趁著這一條多態鏈的長度 現在還很短的時候 它就把 用麥克風線來看 它就這樣抓著 然後接下來呢 就把這個還正在合成的多態鏈呢 開始把它折進去 OK 外面還在合成 但裡面的部分呢 它會先把它塞過去 所以現在呢 初步完成還沒有真正做好的那個多態鏈呢 它的前面一段呢 就透過這個運輸的構造 然後先塞到內紙網前去 外面呢 還在做好 你看 可是因為現在整個多態鏈是已經掛在這地板了 所以這時候核糖體它自然熱愛就會在重複的狀態 OK嗎?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核糖體呢 它就繼續在塑造內紙網的表面去做它的分離工作 然後後面就有趣了 它接下來不是應該是 欸...那個... 密碼子 移動硬度的距離 對不對? 然後再抓一個它需要的氨基酸進來 然後氨基酸掛上去對不對? 所以它接下來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多態鏈呢 每次核糖體多掛一個進來 OK? 它就多進去一段 再掛一個氨基酸進來 我們就底進去一段 所以後來的核糖體裡面呢 整個多態鏈是在哪邊的生長的 齁...就是那個延伸動作 事實上就是 它只要增加一個長度 它就往裡面塞 增加一個長度就往裡面塞 所以等到核糖體嘛 整個基因的內容 就是轉移動作 整個完成之後呢 這整條多態鏈會直接出現在哪裡? 這整個多態鏈就會直接出現在內直網裡面 內直網還記得它有一個 其他功能都不要談 它的最基本功能是什麼? 運輸 那要運輸 你要先讓它拿到東西 OK嗎? 好 那這個做法裡面齁 你可能會覺得這樣其實很複雜 我們回過頭去看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細胞膜對物質的通過不是有選擇性 對不對? 所以用另外一個比較白話的說法 就是物質要通過細胞膜的時候 其實是受到限制的 你現在是要把 假設這一場串的多態鏈 總共有100個氨基酸 你是要等一下100個氨基酸通通串好之後 來煩惱 我要去把一個 100個單位氨基酸構成的一個 整個分子量極大的有機物 然後想辦法把它送到那個細胞膜裡面去 還是 我現在在半合成狀態 對不對? 我前面只有一小段 趕快先把那個頭先塞進去 然後之後呢 每多掛一個氨基酸進來 我就慢慢把它塞塞塞 所以我等於是 每一次的運輸過程當中 我要應付的其實只有一個 氨基酸分子的大小 而不是要面臨一個 將來要有100個單位長度的氨基酸 所聚合的這個大分子 你看 所以兩相比較之下 看起來這個策略是聰明的 所以我一邊做 就一邊把它塞到那個內置網裡面去 最後完工的時候 整個多態鏈 就已經出現在內置網裡面了 你看 所以原來當核糖體 它會呈現那個 游離或附著 是取決於那個核糖體 它有沒有恰恰好 去那個什麼 轉譯某一個基因 然後這個基因呢 基本上它所合成的多態鏈 是需要內置網來協助的 你看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是硬著 硬被拖到那裡去 它是 它自己本身連載的mRNA 是透過訊息辨識顆粒 硬是被拖到 那個內置網的表面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成為了 那個粗糙內置網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去講說 如果你去看那個核糖體 只要大小四單元組合 那它就是在工作的狀態 所以回過頭啊 也就是說 那些粗糙內置網表面的核糖體 其實都只在 工作 OK嗎 所以電子顯微鏡如果 抓得夠準的話 這些核糖體的身上 應該有機會可以找到 一小段的核酸 OK嗎 那這個是比較難的 就是 接一個 塞一個 接一個 這個部分 多態鏈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抓得到 但原則上這樣的一個動作裡面呢 會讓將來那些多態鏈 還要再透過內置網 幫忙做一點合成的步驟 以及最終它會把它送到特定的地方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它可能還要把它運送給下一個階段的 高級試題的時候 那它要先收集 對不對 因為你要算為高級試題 你不能只送一條 OK 所以這時候它就拼命收集 收集 然後集中 然後經過這個 這個濃縮 就是它有一定的這個濃度之後呢 打包成一個運輸男泡 然後打包成運輸男泡 接下來可以轉交給這個高級試題 對不對 OK啊齁 那所以 如果走這道手續的 通常這些蛋白質 最後是在寫手上完成的 就是高級試題 那一開始是誰負責的 一開始 這些蛋白質一開始的合成 是 核糖體 可是通常 核糖體做完了多態鏈 這個成分 應該都還沒有它的功能出現 OK啊 那中間有一些步驟 內食碗有時候會幫忙 所以 內食碗不是純粹幫你收集和運送 你進來之後 其實內食碗裡面 它可以提供特定的酵素 然後幫忙做一點簡單的修剪 然後之後呢 在最後的步驟裡面 再交給高級試題 去做完工這個手續 對不對 那完工之後高級試題 把這些 做完成的 已經確定是完成品的蛋白質 或糖蛋白 拿到哪裏去用 欸 高級試題 這個叫蛋白質合成中心 對不對 那高級試題呢 蛋白質的修飾中心 就是 那些複雜的 減減接接的動作 都是主要都是高級試題在做的 對不對 然後可是因為它做完了這些 那些蛋白質的完成品 有一些是會送到細胞去 細胞外去用的 所以高級試題 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功能上的稱呼 就是它是細胞的分泌中心 比如說 那個 消化系統 那些分泌到消化道裡面的酵素 其實都是來自於誰攻陷的 就是高級試題 最後那個步驟是高級試題 這樣OK嗎 好 那再回過頭去 那這樣游離型到底要做哪一些東西 你把那一些 附著型核糖體所製造的蛋白質 將來可能會牽涉到高級試題 對不對 那你高級試題 比如說它做出了什麼 熔體它做的 熔體裡面是什麼 酵素 OK嗎 但如果酵素是放在細胞裡面自己用 那後來就打爆變熔體 那它可不可以分泌出去 也可以啊 那這些分泌性的蛋白到底是酵素還是不是酵素 算了 反正它就是要送到細胞外去使用的 OK 所以 如果是像這樣的需求 通常 那一些基因它就必須設計 在它的前面的幾個密碼裡面 要能夠轉譯出訊息序列 唯有這樣子的做法 將來它才有機會被偷到內置網裡面 然後它的完成的多胎鏈 才有機會進到內置網裡面去 你看 所以 可是 假設以酵素來考慮的話 又不是 所有的工具 全部都要往細胞外去丟 對不對 我有一些 很明顯的化學反應 它就是直接在細胞齒完成的 你看 比如說什麼 不知道曾幾何時聽過這個名詞 唐解 唐解 有影響嗎 呼吸作用分三大階段 唐解 克式循環 電子傳遞列 對不對 其中唐解的那幾個步驟 那一些 也不是幾個 那一些步驟 基本上就是在細胞時做完的 對不對 那所以 那一些步驟所牽涉到的化學反應 按細胞的化學反應的特色來說 需要酵素的可能性太高了 那這些酵素 就比較有可能是誰做的 就是有理型核糖體 所以有理型核糖體它 因為是有理 那有理的時候它存在哪裡 有理的時候它就會存在細胞質的 液體環境當中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直接把它稱為叫包液 因為細胞質並不是全部都是液體 它還有包氣 你看 所以有理核糖體它的有理是因為它就直接 好像變成是水溶液的狀態一樣 所以既然這樣子的話 它如果已經組合完成它就在工作 那它在工作它做出來這些蛋白質呢 原則上應該就會是細胞質內的需求 有些細胞內自己的需求 而且不需要打包的那種 像融體就是需要打包的那種 OK嗎 所以它們兩個所做出來的蛋白質 其實在使用用途上面是有分隔的 OK啊 所以各自 各自有各自的貢獻 可是它也要往回追 所以它當初要成為有理跟附著 其實就是有設計好的 利用誰來 讓它有機會變成是有理附著 就是那個MMA 它的前面的幾組密碼子的設計 你要讓它出現訊息辨識可理 訊息序列 那這時候它就決定了它將來會成為有理還是附著 好 所以這個就是417頁上面那個地方 有關那個訊息蛋白 其實我真正這樣講的不是訊息蛋白 就是這個回應到我們以前講 細胞構造的時候 為什麼要有理跟為什麼附著 這個其實是有緣的 好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我們都會做了 妳可能不斷 跟蘇貝 跟蘇貝 有よね 在蘇貝 那個是有一個 這個子 就是 我自己就沒有 有一個 這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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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